饮料包裁厂红泉一扫去年统一订单流失的阴霾 今年拿下了中国大陆市场多家集团饮料大厂的长期合约订单 红泉是强调现在正在积极在中国大陆还有东南亚扩厂 预计第二季就可以开始贡献营收 炎炎夏日即将来临 人人手上一杯冰凉的饮料 不管是身或女性消费者欢迎的水和茶饮类 或是标榜清凉畅快的气泡饮料 饮料包裁制造商红泉搭上中国水饮料年规模高达1000亿元的商机 预估每季业绩将有10%的成长 很大的饮料层排名在第1、2了 现在都有开始谈合作 那也已经都有确定了 红泉去年合并营收172.2亿元 年增3.7% 曹世中强调水饮料将成为未来3到5年 红泉在中国营收的成长主力 今年更与中国华润集团旗下华润以保签约 将新增4条水饮料充填代工线 贡献营收 东南亚市场每年规模稳定成长30% 将继续扩大东南亚布局 曹世中表示 因为统一集团策略调整 造成红泉去年订单流失 但现在已经摆脱阴霾 目前已拿下康师傅 法国达南 华润以保 王老吉 加多宝等饮料大厂 长期合约订单 今年将多产线齐发 迈入成长新阶段 陈儿平成为又台北报导